毕业第五年 女友变心 爱上小六岁的学弟 学弟还在网上炫耀他的工资单 害他失去年薪八十万的工作 再次见面 是在我和青梅的婚礼上 我和女友毕业后 就开始北漂 决定留在北京那天 我俩聊到高房价 互相打气 大不了就租一辈子房 私事漏事 唯无得心嘛 几年下来 当初的志气 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 光是租房 就让人极其心累 前几天 中介说要想续约 房租涨到四千 再付一个月中介费 这只是老旧小区里的一间次卧 采光糟糕 面积不足十平 要四千 根本是坐地起价 拿人当傻子 中介倒也不藏着掖着 说心意查学生快出校门 你们不租 有的是人租 我立刻打开了租房APP 一找 到处都是假房源 假房东 让人心累 柔柔酸色的眼睛 看看钟 十点多了 柳如烟快到家了 我穿上外套 去小区门口接他 十点半 他背着电脑出现在视线 一见面 他就朝我抱怨 气死我了 现在的小孩水平真差 好多基础的东西 都对我现教 我很心疼 打起精神 准备安慰安慰他 听着听着 有点不对劲 柳如烟好像并不是真的讨厌 这个叫伊藤诚的实习生 他微笑着继续说 伊藤诚倒也挺有意思的 买的新款的头 戴是耳机 不要悄悄套在我头上 说姐姐你听听看 音质绝了 真是孩子气 我张了张嘴 却没说什么 感觉这行为有点亲密 但要是追问 又显得太小心眼了 这个男孩 毕竟比我俩整整小了六岁 但是刺心的事情 很快又发生了 那天我上班时 被领导无缘无故训了一通 国旗里有些老头 一天不作威作福 他就难受 下班后 我像往常一样 向柳如烟吐槽 他很擅长安慰人 没想到这次他沉默了 他叹了口气 才说 其实你也不对 领导说了你 你大大方方 承认自己做错 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争个是非 惹领导不痛快 怪不得你一直不惊声 举个例子 今天一腾城的代码 差点造成线上事故 我没远度训了他 他就没像你这么重 耿着脖子 跟我针对错 人家爽快地承认错误 拱手道歉 还请我喝奶茶 他甜甜嘴唇 似乎在回味奶茶的鱼干 还挺好喝的 我心里一沉 柳如烟以前从不喝奶茶 说里面全是添加剂 对皮肤没什么好处 这么久的原则 轻易就打破了 柳如烟低头滑手机 时不时点进顶部的消息通知栏 手指翻飞 好久没看到他这么高兴了 我按照平时的睡前习惯 煮了杯热牛奶 放在他手边 从前 柳如烟会顺势抬头亲我一下 再娇娇地说一声 谢谢老公 可这次直到牛奶凉了 他才皱着眉头对我说 以后别给我热牛奶了 我够胖的 我苦笑着说 知道了 快到十二点 柳如烟终于放下手机去洗澡 他刚离开 屏幕又亮起来 我从不检查没有的手机 一直看不上这种做法 显得太不自信了 但这次 鬼使神差的 我把目光移了过去 被注视小狗的人发来消息 明早九点 食堂见 迟到请你喝奶茶 我不知道柳如烟有没有早起赴约 因为我出门很早 七点钟已经在早高峰的地铁上 柳如烟在互联网大厂 做算法工程师 下班晚 压力大 用脑过度 常常失眠 所以我把房子租在 他公司附近 走路十分钟就到 这样 他能睡到将近十点 但这样一来 我每天得花上一个多小时通勤 不过 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在北京也算平常 这是一个让人时空观变形的城市 我拽着拉环 看着广告屏幕 发觉今天是我的生日 刚毕业那年 柳如烟送了我一本手工书 里面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照片 录制了很多小机关 几乎每一页都有惊喜 我翻着书 他在旁边很得意地说 感动死了吧 想哭就哭 我不会嘲笑你到 我拉过他的手 心疼地看着上面的窗口贴 他根本不擅长做手工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 这辈子一定要让他幸福 柳如烟非常喜欢送礼物 除了过生日 七夕 情人节 一百天 两百天 三百天 一周年 他记得所有重要的日子 有次 朋友看见我工卫上的小玩偶 问我在哪里买的 我装作不经意地说 哦 女朋友送的 心里早已经爽翻了 可是去年生日 柳如烟开始用红包代替礼物 520 1314 他收入很高 出手非常大方 我俩是计算机系的同班同学 毕业后 他进大厂 我进国企 一个挣钱 一个拿户口 朋友很不解 说通常的做法是 女孩去国企 轻松些 男孩在互联网 加班赚钱养家 可是柳如烟 很喜欢大厂的氛围 实习转正拿到了 Super Special Offer 学长们都劝他不要放弃 他自己也舍不得 于是我拒掉了 互联网的全部offer 找了一份国企的工作 柳如烟赶上了 行业发展的红利期 现在的收入 已经颇为可观 上个月末 他对着工资条 笑道 哎 我缴的税 都比你一个月工资高 但你们是真的轻松 五点就下班了 真爽 我过得很轻松吗 家里的琐事 都是我在负责 打扫卫生 去超市和大叔大审 抢打折的菜 每年一次 辛辛苦苦的找房源 然后问他是否满意 上周找了几个房子 柳如烟草草 贴了两眼 抱怨道 不行 这房子太老了 这间靠近马路 太吵 离公司走路要20分钟了 太远了 最后 他不耐烦的问 为什么不能找好点的房子 因为要攒钱买房 能省则省 多房的预算不到4000 而房租却水涨船高 即使只是4000 每个季度一下子 就要交1万2 当初说好房租 由柳如烟负责 毕竟我俩工资差距太大 可是找他要钱 而他皱眉不语的那十几秒 我挺难受的 回过神来 我在车厢玻璃上 看见自己 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外套 头发早掰剪了 面前却对着一个大学生 他拎着一支篮球 看起来无忧无虑 我仿佛看见了 许多年前的自己 很心塞的走开了 其实我出身 县城小康之家 父母愿意拿出 毕生积蓄支持我 可惜在北京的房价面前 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渺茫的 买房定居的梦想 我活得如此回头土脸 到了单位 大学室友刘鹏发消息 约我晚上见面 说有重要的事情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见面聊了几句闲话 刘鹏把声音放低 你知不知道 你家柳如烟在公司食堂 天天和实习生单独吃饭 见我没反应 他补了一句 吃早餐 钥匙没有鬼 谁会像神经病一样 约着吃早餐 一大早不多睡会觉 来回的发消息 你等我 我等你 真有闲心 见我不说话 他在我眼前晃晃手 喂 你傻了 我在想 原来已经吃了 一阵子早饭了 悬在头顶的刀 终于落了下来 可惜这把刀不够锋利 一下子还杀不死我 只有长久的顿痛 这些日子 要说不介意柳如烟 反复提起伊藤城 那是假的 我真心爱他 爱他 就有战有欲 如今事情明朗了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柳如烟过上了一种 有趣的声务 刘鹏替我出主意 叫我去一趟公司 送点什么东西过去 宣示一下主权 先宣示主权 他如果要脸 冷下来最好 要是不要脸 我帮你整他 这小子还没转正 就敢敲我兄弟的墙脚 我摇摇头 何必这么做 刘鹏举起啤酒罐 朝我一仰手 正坐一里 马上筹备求婚 好好一个老婆 还能让人给抢走了 你俩已经八年长跑了 也确实不该好了 柳如烟可能也是急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 鹏哥你是真想得开啊 女朋友都疑似精神出轨了 你竟然劝我求婚 我没说的是 其实半年前 我已经求过一次婚了 但柳如烟并不开心 对我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你脑子一热就求婚 是想逼死我吗 房子的首付还没攒齐 难道要在出租房里养孩子 就算不生小孩 你知道已婚未遇 对一个大长女性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于是我默默回到房间 把求婚的布置都拆了 装了三个垃圾袋 拉到楼下垃圾站 垃圾站旁有棵老槐树 槐树叶子里 透出坦白的月光 在那之前 我趁他睡着时 用细丝限量了他的无名纸 去商城专柜 买了钻戒 也不知道网上的攻略 靠不靠谱 但没戒指合适 不合适他戴 也许永远都没机会知道 刘鹏见我发呆 自己长叹了一口气 苦涩的说 找对象真不如 一辈子就过去了 我就想要一个我喜欢他 也喜欢我的姑娘 咋就这么难 就是碰不上呢 他狠狠地垂了下桌子 接着 刘鹏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 兄弟 你可别为了这事就退缩 你家柳如烟 还是很喜欢你的 当初在学校 不也是 他先追的你 那时候 我们嘴上起哄 心里可羡慕了 我默默回家 柳如烟加班未回 十分钟前 却发了一条朋友圈 图片拍的是他的工位 摆着奶茶和点心 他写道 吃人嘴短 如起袖子 找bug 照片的一脚 是个男孩的手 带着运动护腕 真是朝夕相对 隔壁的夫妻又在吵架 把我拉回现实 有人摔了东西 大声的争吵 渐渐转变为 女人低声的乌液 我自嘲地笑了 曾经理所当然地觉得 我们和隔壁这对夫妻 截然不同 他们是北漂的前辈 不太成功的那种 年近四十还在租房 常常吵得翻天覆地 互相诅咒 彼此撕破脸 哪有浪漫可言 而我曾经相信 我和柳如烟之间有爱情 夜深了 柳如烟还没下班 也不回复消息 她是真的变了 曾经的她 会趁着周五早早下班 和我一起挤在厨房里 做晚饭 说是做晚饭 其实就是在我身边捣乱 一会儿伸手挠我嘎吱窝 一会儿从我刀下 抢西红柿片吃 吓我一跳 闹了一通 终于消停了 她会默默把头 靠在我后背 软软诺诺地说 老公你真好啊 那一刻 我真的甘心 为她做一辈子的饭 可惜 等闲便去雇人心 却到雇人心一变 十二点了 前一天已经结束 我连一句生日祝福也没收到 寂静中 隔着墙壁 传来暧昧的声音 显然 那对夫妻已经和好了 我突然想起 去年夏天的事 七月中旬 他们从老家 接了一对双胞胎女孩过来 四口人挤在小房间里 周末起大早 浩浩荡荡出去游北京 兴许他们 还是真的有感情 像藤树相连 我和柳如烟倒是不吵架 可是也不交流 我早睡早起 她晚出晚归 我们不再提起婚姻 提起未来 只是惯性的省钱 麻木的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现在 她好像找到一束光了 彷徨痛苦中 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 才想起来 已经许久没打电话给爸妈 我抱歉的说 最近忙 忘记给你们打电话了 没事没事 我们俩在家好好的呢 我跟你妈过两天 想去北京看看你 行吗 我把那小心翼翼的口气 使我有些心酸 我说 你们来嘛 到时候带你们四处转转 一周的时间疏忽而过 我去车站接爸妈 他俩隔着老远先认出我 开心的挥手 走到面前 两个人一口同声 儿子瘦了 去酒店的路上 爸妈对一切都很新奇 看见清风包子铺 都要指给对方看 我带着父母去吃云南菜 点了招牌的汽锅鸡 我妈说 北京的鸡汤炖得真好喝 我爸点头 是呢 而且人家真会想 鸡肉捞出来 浇上料汁 又是一道菜 气锅机以外 父母只准再点两道菜 他们说 已经很好了 钱要什么的用 听说柳如烟加班 不能来一起吃饭 我妈心疼的叹了口气 她这趟来 给柳如烟带了好多东西 仔细的嘱咐我 这是古法黄桃 这是银耳 红枣 你要经常想着给柳如烟炖着 这是你二姨丢的燕窝 炖好的 小罐子一打开就能吃 柳如烟要是吃着好 回头我找她再买一下 她一个小姑娘 每天加班熬夜 真是不容易 上次来咱家玩 我看见洗漱台上 掉了好些长发 真心疼 我爸话不多 只说了一句 一定要对柳如烟好 别欺负人家 那可不是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一直到送父母去高铁站 柳如烟也没抽出时间 爸妈说 没关系没关系 工作第一 你替我们向他问好 两人进了安典的门 踏上扶梯 在半空中还就无微笑 我站在北京南站清冷的空气里 手抄在口袋 缩着两只肩膀 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刘鹏和柳如烟在一家公司 有天甩了一个那网帖子给我 帖子的标题是 稳定的关系 和怦然心动的真爱 应该选哪个 和男友学生时代 就在一起 关系稳定 他对我挺好的 属于标准的居家好男人 可我却觉得越来越无聊 没意思 感觉未来的生活 一眼望到头 最近认识了一个98年的弟弟 特别阳光有趣 忍不住动心了 评论区多数人 都在讨伐楼主的 建议思迁 最高赞的回复是 姐妹你要想想清楚 换了一个新的人 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怦然心动 妙不可言的 但几年下来 他有没有可能像你男朋友一样 对你这么无保留地付出 但也有人说 六岁的年龄差 并不算什么 男人多的是 小奶狗最像 有一位大哥诚恳分享经验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 结婚以后 又遇到心动的人 我向老婆坦白了 和他一起复盘关系里出现的问题 最终解决了这场危机 你可以试一下 我对着屏幕苦笑 柳如烟最好不要得到灵感 跑来对我说 而柳如烟的回复 使我浑身发了 他说 最近奶奶身体不好 害怕如果和他分手 学弟又不肯长远发展 两头都落空 大家不要渴求我 我只是一个 想获得幸福的普通人 我和上电脑 在脑子里回响 和柳如烟的这些年 上大学时 攒到钱 我们就出去旅游 为了省钱做夜行的卧铺 我睡中铺 柳如烟睡在下面 清晨 他扒着栏杆凑过来 偷偷亲我 在海边 他摇着我的手 唱自己边的歌 柳达是个大傻瓜 大傻瓜 挂挂挂挂挂 闲闲的海风中 他仰起脸看我 一次又一次的说 柳达 说你爱我 爱你 不 说你爱我 我爱你 他满意的笑了 眼睛眯成弯弯的月牙 夹边浮现一对酒窝 柳如烟在我心里 是独一无二的 我没想过 和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在一起 现在 我活成了他的备选方案 我站起身 找出小行李箱 先把正件放进去 然后是贴身的衣物 和多年来买的书 我准备离开了 黄顾和柳如烟 住了两年的这间屋子 小羊排上 还亮着欣喜的床单 一通电话 将我从回忆中惊醒 是柳如烟奶奶打来的 他说 我答 奶奶新做了词吧 明天寄给你们 等槐花开了 和如烟一起回来 奶奶再给你做槐花饭吃 我心酸的回应那头 好呀 奶奶 谢谢你 柳如烟的奶奶早年守寡 一手把儿子养大 又带大孙辈 可是年岁渐长 儿子儿媳 开始嫌她多余 话里话外几对她 老人家好强 去上海做保姆 后来连柳如烟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她出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70多 特别清爽精神 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 她对我很好 比我自己的亲奶奶好得多 我奶奶从小偏心小儿子 不喜欢我爸 连带着讨厌我 可她是柳如烟的奶奶 我们终究没有缘分 春招在热烈的进行 朋友圈里常常看见招聘的信息 按照柳如烟的计划 一腾成一旦拿到offer 前程确定下来 她必要表白 那时如果一切顺利 便可新人换救人了 我找到一个开间 离我的公司很近 价格也是我负担得起的 柳如烟曾经贴见 问我 这又不在防补范围 看她做什么 我没说话 这天下午 柳如烟难得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 今天要加班 时间会很晚 我在外面住 你先睡 我正正地看着几分钟前 邮箱里收到的预定成功通知 是北京城郊的温泉酒店 柳如烟已经忘记 大学是我们不分彼此 她有一些平台 填的是我的优效 深夜十二点 我在新住处 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隔了许久 才听到她压低声音 喂了一声 接着先发至人的说 不是说过 我在加班吗 我语气平静 我们分手吧 不要再联系了 我已经搬走了 郭达 你什么意思 你不高兴了 有什么事 等我回去再说什么 见我不讲话 她语气急躁起来 我不过是加班 又不是在外面玩 这时 我们隔着电话 同时听见一个声音 姐姐 你为什么出去了 我冷笑道 不是在外面玩吗 便挂断了电话 我俩就此分手 柳如烟丝滑的 换上了新的情侣头像 朋友圈背景 也换上了新男友的自拍 确实长得还挺帅 分手后不到一个月 我的微博多了一个关注者 她给很久之前 一条怀念高中时代的微博 点了赞 我看到照片 和柳如烟朋友圈背景 是同一个人 那么就是一腾成了 这又是唱的乃出 她交往不到一个月 就拉前任来做 情感中的条件 一腾成发了一组某时照片 其中一张桌子对面 是柳如烟的手 还带着我 送了一串粉色水晶手链 一腾成在微博上 有小一万粉丝 主打名校帅哥人设 如今有了优秀漂亮的女友 正好更新恋爱日常 我反手就点了个回关 当做一场人间观察 过了半个多月 有个从前的同学 幸灾乐祸的来告知我 柳如烟要订婚了 她说想给奶奶一个惊喜 问我老婆订婚时 找到哪家酒店 纪伯达 我真没想到 订婚的对象竟然不是你 可惜啊 这同学是柳如烟的高中校友 大一曾经追过柳如烟 家里是当地开酒厂的 颇有几个钱 柳如烟讨厌她张狂爱炫富 没理会她 反而主动追拢 想不到她怨念至今 都结了婚还耿耿于怀 她来过得并不幸 正当她喋喋不休时 我刷到一腾成星发布的微博 她参与了一个年轻的你 拥有什么的讨论 列出自己和女友的薪资以后 有董行的人替她说话 可她天真愚蠢 很快就甩了张截图出来 那是柳如烟新鲜出炉的工资单 图片中 隐隐可见的水印是柳如烟的名字 公司明文规定 不可以泄露工资详情 一旦踩了红线 迎接她的将是开除和没收期权 这些天因为秀恩爱 一腾成的粉丝数 已经涨到十几万 网友对钱和不公平都很敏感 事情如我预想的一样 迅速发酵 很快 刘鹏发现柳如烟的工作账号 已经停止使用 在互联网公司 再优秀的人也并非无可替代 他们又一贯雷厉风行 今天的事情等不及明天做 说开除就立马开除 柳如烟失去了年薪近八十万的工作 一失业 真爱便离她而去了 她深夜在朋友圈 写了长长的小作文 隶书两人相识相爱的点滴 碰速一腾成 是个渣男 短短几个月 就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回忆吗 刘鹏问我 看到这些 你是不是觉得很痛快 实在复合无望 三天后 柳如烟锁住朋友圈 换掉了情侣头像 我休年假回去看父母 顺便去拜访高中时的班主任 站在朱老师办公桌旁 远远地听到操场上的笑语 那声音混合着黄昏的气味 特别熟悉 仿佛下一秒就会回到课桌前 演算永远算不完的数学题 朱老师弯着腰 在柜子里摸索了很久 终于直起身子 拍打着手上的纪念册 找到了 纪念册上的灰尘 显示着十年的光阴 确实的存在 一同看完了我们那节的照片 老师随手又翻出一本 只向一个瘦削的男生 问我 这个叫伊藤成的 你还记得吗 如今伊藤成这两个字 听在我耳朵里 滋味可不是很好 但同名的人很多 老师既然问起 我便凑上去看了一眼 随后摇摇头 朱老师笑道 不记得也正常 比你想好多见了 那年这孩子来上学 又胳膊骨折了 脸白得像纸 说是自己跌倒的 可是我看他胳膊 只是草草地包扎着 又想起他爸那副 凶狠无赖的样子 我就猜到 又是被打的 他爸听说是搞传销的 生活费都给不出来 有次我去他家帮忙办 贫困不住申请 竟然看到当父亲的 把儿子往车上拖 要带他去什么留姐的酒局 这叫什么神 头一次碰见对男孩这样的 骨折以后 他一下子考了全校倒数 整天低着头 看起来很受打击 讲到这里 朱老师含笑瞥我一眼 说道 这时我就想起博大同学了 我恍然大悟 想起来了 高中时我参加足球队 技术尚可 在绿草阴阴的足球场上 挥洒汗水 特别解压 有天踢球时被人撞了 本来就地一滚变形 我却一时兴起 潇洒的右手撑地 于是手断了 那阵子刚有个男生 打篮球断了脚 老师叫我们小心 我却又给他一个惊喜 朱老师气得把我俩 拎到教室第一排 一左一右的摆着 以示警戒 每天待在老师眼皮子底下 没法看仙侠小说 实在无聊 我便练习左手写字 到右胳膊好的时候 左手已经写得像模像样了 朱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讲到 这个同样断了右手的同学 叫我拿左手写一封信 鼓励学弟 我发现自己左手写字的肌肉记忆 还在热情洋溢的写了长信一封 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学弟看了我的信 一个月以后回了封短信 字已经写得很像样了 既然有这样的人员 我凑上去又看到男孩的照片 他太瘦了 看起来很胆怯 属于我在中学时代 很不熟悉的那种男同学 但恍恍惚惚的 竟然有点面熟 回京以后 有天中午 同事说 楼下有个叫伊藤诚的人找我 当时 我正在茶水间打哈欠 等着咖啡机往马克杯里吐咖啡 文言隔着落地玻璃窗 往外看了一眼 楼下的人正好抬头 吓得我一个纠句 这是什么时代 我没去找他 他倒跑来找我了 躲也不是法子 我戴上冷漠面具 拿着工卡下楼 他看见我下楼 快步迎上来 叫了去学长 我愣住了 这么迎面一看 他和毕业照上那个人 实在是太像了 十分钟后 我坐在公司楼下咖啡店 艰难地理清了思路 伊藤诚是来找学长的 春招季收获颇丰 接近二十年寒窗 终于从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学生 变成前途有望的职场新人 他觉得 是时候来见当初 帮助过自己的学长了 他知道我叫纪伯达 是在性质上第一次看到的名字 我呢 被人抢走了深爱多年的女友 对方现在跑来认清了 这叫什么事 感谢这家咖啡店 喜欢用大二无当的超大号咖啡杯 我在硕大的杯子后面 尴尬得能牙咧嘴 足足做了两分钟心理建设 才放下杯子 对面的伊藤诚 一口咖啡没喝 脚拙手磕磕巴巴地说 学长 打扰了 我这次来 就是想感谢你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他双手朝我推过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里面是一枚精致的手表 看起来价格不菲 我下意识地觉得别扭 我真没有大度到 能够随随便便原谅他 早知道我写什么信啊 就让他消沉下去 考不上大学得了 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忽然间 却想起朱老师对我说过的话 那时天色已暗 晚风溅起 朱老师望着窗外 神色忧虑 不知道这孩子 现在怎么样 对面的伊藤诚 还眼巴巴地看着我 看得我浑身刺脑 于是我干巴巴地说 行 那我就收下了 你也保重嘛 回到公司 我余光贴见 手机弹出一条微博消息 下意识地拿得起来 一通检查 我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伊藤诚是通过高中校友 找到我的微博 并不是柳如烟那条关系链 这意味着他关注我 并不是为了炫耀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被一个男的背后这么惦记 我哪里受得了 但总觉得伊藤诚做的事情 有什么地方说不通 他给人的感觉 不是愚蠢张狂的 实习生入职 会接受公司规定的宣讲 他应该知道 那是红线呀 干嘛非要晒柳如烟公子条 害他失业呢 周末 公司有位同事 请我帮忙 陪他去商城 替妈妈挑生日礼物 我挺意外的 但闲着也是闲着 便陪他走一趟 同事叫许惠子 亲受内向 我和他虽然在同一个组 但根本不熟 也许聚餐时 互相递饮料 说过一些类似 谢谢不客气之类的话 但那根本算不上交流 只有一次 在办公室聊到小说 有位同事插嘴 安娜卡列尼娜 世界名著 不是小学生才看的东西吗 成年人谁看这个 许惠子一反常态 很认真的回答 安娜卡列尼娜 是超级棒的小说哦 我那正刚好在读托尔斯泰 身以为然 拍掌笑道 说得好 他像是被吓了一跳 脸瞬间红了 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我以为自己是太突兀了 想着下次可别随便接他话茬 怪尴尬的 买礼物的过程很顺利 许惠子在柜台前 很快选定了丝巾的图案 还剩小半天时间可以打发 于是顺路去了北海公园 在波光灵灵的岸边 我们闲聊这些话 他讲话时 不怎么正眼看人 声音又细又小 我只能竖起耳朵来 过了一会 便觉得很疲惫 柳如烟旧正相反 猴耻伶俐 讲起话来脆声声的 隔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回过神来 不禁暗骂自己无聊 都这回了 还想这些 我已经萌生回老家的念头 言语中流露出退 许惠子忽然问我 为什么要离开北京 我懒得细讲 便敷衍道 北京的房子太贵了 买不起 不想被房贷压得喘不上气 他听了以后 很快地说 找一个在北京 已经有房子的对象 我就行了 我感到尴尬 正不知说些什么好 前方有个人回过头来 竟然是柳如烟 他快速地扫了我们一眼 脸色灰暗不明 然后他加快脚步 走上了一条岔路 我收到柳如烟的邮件 发现时间是深夜三点 以前他很喜欢用邮箱给我写信 邮件末尾 春天变祝春安 夏天变祝夏安 还有秋安 冬安 四季在邮箱中流转 我实在很好奇 于是点开看完 以下便是他写的信 博达 请允许我仍然这么叫你 昨天在公园偶然遇见 我无法描述自己那时的心情 想要赶紧逃离 却又忍不住驻足 想多听到一点你的声音 这些天 我总是回想起 很久以前的一个场景 那时你还不认识我 春天的傍晚 我和师姐一起从教学楼出来 看见马路对面 一个穿着蓝色冲锋衣的男孩 微笑着朝这边招手 那件衣服不是新的 温雅的蓝色 像古籍管理现装书的封面 下意识以为你是中文系的学生 还以为自己不喜欢门科生来着 博达 我好像从内对你说过 我对你是怦然心动 一见钟情 到现在 我还能记得表白成功那晚 不可置信的狂喜 可是博达 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弄丢了你 一想到前段时间我愚蠢的举动 后背上变相有很多根真在此 你应该也听说了 我已经被辞退 离开了大厂 暂时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可是也正因此 我终于有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间 这样一来 我便认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我以为幸福在别处 却恰恰弄丢了能使我幸福的人 原来 我就像水里的鱼 时刻享受着水的温柔 太习惯以至于以为无关紧要 离开了才发觉 博达 奶奶已经去世 临走前我父母还在变弃 她是不是交出了全部的存款 我辜负你这件事也使她失望 她说 不会再有人像你对我这样好 她希望你幸福 是啊 怎么会有人比你更好 记得有一年期末周 你看我查不出报告在那发脾气 宁可先把自己的作业放到一边 熬夜帮我跑通代码 清晨还笑眯眯的带着早餐 来宿舍楼下找我 不会再有人这样对我了 我也许会孤独一生 但这也是我自找的 人总要为自己做的错事付出代价 昨天在工人看到的女孩 想必比我更好 希望她会比我更加真心 原来柳如烟的奶奶已经去世了 我又扫视了一遍冷冰冰的电脑屏幕 然后删除了这封信 我辞职了 预备回家乡工作 临走时 徐慧子提出 单独为我送行 我们在四季名符吃了烤鸭 他爸爸也来了 才知道叔叔和我是老乡 在餐厅遇见刘鹏 后来他打去我 傻呀你 放着个本地白富美 不知道抓住 我笑 我都不知道他有钱 怎么抓住 刘鹏很严肃地说 博达 你要相信我的眼力 他爹看起来朴素而已 恐怕至少是个厅级 我做出一副很惋惜的样子 转问他 你的婚礼打算在哪里办 两边都办一场了 我算是尘埃落定了 刘鹏终于相亲成功 对方和他同岁 是冰大博士 在北京985高校 已经升了副教授 他给我看过照片 姑娘是长卷发 有着黑矿眼镜 遮不住的锐利眼神 气场特别强 一提起未婚妻 刘鹏就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 说真的 你干嘛急着回去 留在这里 跟许姑娘发展看看呗 那天人家看你的眼神 则则 我收起笑容 很认真地解答 我听感激他的 跟柳如烟分手之后 一度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许慧子这样对我 老实说 我心里不是没有点沾沾自喜 可是我知道 真正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 我不喜欢许慧子 如果跟他在一起 对不起他的一番好意 也不公平 而且 我想做一个坦荡的人 回到家乡以后 我把分手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他们听说是和平分手 也就不再追问 周末 爸爸笑呵呵地 载着我和妈妈 出去吃他们这些年来 发掘的各种名位 有时 我独自去人民公园喝茶 在树下静静坐着 周围都是熟悉的四川话 成都的风 还是那么湿润轻柔 恍恍惚惚的 我一心自己 从没离开过这处平原 往事不过是黄粮一场梦 那心疼的感觉 渐渐沉寂了 有一天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孩 挂着两条长腿 在我桌边坐下 帽檐下 是一双小猫般脚匣的眼睛 我不禁笑了 又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给自己倒了杯茶 悠悠喝了一口 他说 上个月 我俩的爸爸是同学兼同事 以前在老房子里 两家就住对门 真是同窗开当库的时候 就很熟了 他小时候凶得很 抓破过我的脸 至今额角上 还能看见细细的疤痕 后来各自出省上大学 渐渐不再联系 去年幼主爸爸去世了 今年他妈妈又病了 于是幼主辞掉了英国的工作 收拾收拾回来了 半年后 我俩决定结婚 我们只相恋了半年 却很有默契 没怎么磨合 就像亲人一样 婚礼并在皇冠酒店 两位妈妈比我们还几近 尤其是我妈 跑遍了周围的婚庆公司 最后一致决定 办一场鲜花婚礼 清晨起来接亲 接回家里敬茶 改口又回酒店办仪式 念试词 无论贫穷富贵 健康疾病 爱她 安慰她 尊敬她 保护她 一生一世 终于进完了全场的酒 我和幼主饿得半死 坐下来并肩大嚼自己的婚宴 柳如烟 就是在这时出现 幼主仙发现的她 也许女生 天然都有着灵敏的第六感 她用筷子尾巴戳戳我 说 别吃了 赶紧去接待一下 我看向门口 柳如烟脸色苍白 失神地看着我们 我问幼主 你真不介意 她朝我眨眨眼 不介意啊 我相信你 于是我起身迎向门口 心情出奇地平静 我走到柳如烟面前 对她笑了一下 你来了 吃午饭了吗 话音未落 有个阿姨很欢快地说 让一让 让一让 她举着一大束鲜花 挤开了我们 都是婚礼上的花 仪式结束以后 鼓励大家 带回去插评欣赏 柳如烟正正地看着她的背影 又转头看了看 桌边正捧着一只蟹腿 大吃特吃的幼主 她苦笑了一下 我来迟了 是吗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一切都太迟了 我们的人生 在多年前偶然交汇 如今已经走上各自的轨道 她低下头 从提包里拿出了一个红包 递给我 这是我准备的份子钱 请你一定要收下 我伸手接了过来 柳如烟送了红包就说要走 我姑姑没喝酒 便开车陪着我 送她去机场 双流机场不远 开车只半个小时就到 我在副驾驶 她在后面一路无话 近登机口前 她笑着说了句 没想到第一次来成都 是参加你的婚礼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她便旋风般转身走了进去 那销售的背影里 有着一如既往的执拗 我高声叫道 柳如烟保重身体 然后挥手作鞭 下午 我和幼楚各自陪外地来的朋友晚 晚上十二点 新郎新娘才在酒店门口碰头 手拉着手散步回家 两天后 我俩终于补足了轿 才把红包拿出来点数 柳如烟给的那一个 打开是一张银行卡 存钱时 在自动取款机上试了一下 密码是我常用的 里面整整有十万块 这笔钱 当场被老婆没收了 后来伊藤诚给我写了封信 算是解答了我心里的疑惑 从记事起 我就背着耻辱的印记 我妈是个很风流的女人 生下我就跟人跑了 我爸一心 我不是轻生的 整天用皮带抽我 还不给我吃饭 中学时 我因为穷 被整个宿舍欺负 他们叫我小丫头 把我推来逃去 后来 我爸爸又打断了我的手 在最灰暗的时候 我收到了你的信 朱老师对我说 这是一位同样断过手的学长写的 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把心压在枕头下面 揣摩着你的样子 右手康复以后 还是常常用左手写字 学长 我人生的全部不幸 都是由一个不靠谱的女人引起的 所以 我没跟你商量 就决定替你考验柳如烟 事实证明 他根本不配和你在一起 我看不下去了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 如果伊藤诚 再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毫不犹豫揍他一拳 这种恶心是下意识的 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后来 我和又厨一起买了房子 离两家不远 付了首付以后 两个人的公积金 覆盖了大部分房贷 生活很轻松 装修时 我偶然发现 人生充满了不确定 感情尤其如此 他变了心 我也无能为力 可是 我用最好的年华 真诚的爱过 问心无愧 永不后悔 以后的日子 我要握紧右手的手 好好走下去